大家好,我是Sandy 那么这次我们已经熟悉了Linux下面编程的方方面面 包括我们的GCC和GDB这一块 那么有的朋友就会再问了Sandy 在上一项目中我们真的就是用GCC再加VI来进行开发吗 那这样子开发是不是会非常慢的 我可以在这里告诉大家 当然有的时候由于在我们的Linux下面 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Experience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我们可能就可以用GCC加命令行的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开发 但实际上在我们的实际开发中 所谓功率善息式必先利息器 我们用GDB进行调试总是觉得很不太方便 对吧 我们用BI来进行编辑 也总觉得好像不是特别便捷 所以呢 实际上我们在真正的商业项目中 我们会在Linux下面直接基于我们的Experience 装上我们的一个开发环境 那么这个开发环境的话 我们可以有多种各样的开发环境 但作为跨平台的而言 作为我们自己来说 是不是最好用的还是我们的Eclipse 所以呢 今天就跟大家讲讲 在Linux下面如何用Eclipse这个工具 IBA工具来进行开发 那么这个开发不光是针对我们的X86 在后面我们讲到ARM这块体系的时候 我们也会给大家讲到 我们也是用Eclipse来进行这样一个开发 有的朋友可能以前听过 就是我们的ARM开发的话 它有一个有一个我们的ADS这样一个工具 有这样ADS的这样一个工具包 那里面包含了我们的CodeVariant和AXT 但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CodeVariant其实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产品了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边 然后我们可以采用Eclipse 甚至于其他更好的一些ID的工具 那么从目前来看 我们就考虑一下Eclipse 那么思考一下这个思路 如果在Linux下面用Eclipse开发 我们是不是要思考一下 我们要怎么样去安装 对不对 而且Eclipse是不是有版本之分呢 有版本 所以我们要去下什么 C、C++这个版本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通过C、C++的 以前有的朋友都下了J2ME 或者J2E的这些版本 那这次的话 我们就下C和C++这个版本 但由于Eclipse 它是由加工开发的 又是一个跨平台的 因此在它之前 我们是不是还要装一下JDK 并进行个配置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来研究一下这一块 Linux下面安装Eclipse 首先肯定就还是照顾文的下面原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要熟悉一下在Linux下面做法 就是JDK的下载安装及配置 那么当然如果我们在Linux下面做Eclipse 做Android的应用开发 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去下那个ADT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其次我们去下载我们的Eclipse 并且进行安装 那么由于是C++的开发 所以我们要用到一个插件叫CDT 就是C或者C++Development Tools 那么我们就要去下降一个CDT 但我记得现在官网上的这个版本 好像叫Juner这个版本 已经有这样的一些插件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Eclipse的使用和调试 好我们先来把相应的工具 核包下下来 就包括JDK和Eclipse 直接在Linux下面进行操作 放大 最新的JDK应该是JDK7 这是Eclipse的官网 网速有点慢 我现在就是注意到 这一半其实我终于是JDK7 是JDK7 它是JDK7 这一半就要叫他 我们在这里可以去下到GDK的这个版本 大家可以直接在GDK的这个官网去下 大家注意啊 就我们在下GDK的时候 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forlinux 就是一个是普通的压缩包啊 这种形式 另外的话 也可能你会去下到forlinux的一个bin文件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去运行安装的这样一个文件 那我们就下普通的压缩包就行了 网速很慢 同样的Eclipse也是 我们进到Eclipse的官网 我们来downloadEclipse Eclipse版本太多了 我们就选我们所需要的CC++这个版本就可以了 这是够慢的 好 这是我们GDK 然后我们就找到GDK的7 这个要这样一个版本 我们给它download就可以了 这里我就不去演不去演示了 实际上我已经把它下下来了 同样的Eclipse也是一样的 Eclipse我们下哪个版本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些都是forJava的 我们是不是下这个版本 下这个版本 那么我们可以详细的看一下它的detail 这个版本结合你的位啊 Linux是32位的还是64位的下相关的 那么在这个版本里面 我们看它它的这个插件已经带了我们的CDT了 对吧 还有我们的Altures这样一整套的工具 已经带了我们的CDT 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去再去额外的再去下CDT这个插件给它装上了 好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两个包就行了 一个是GDK 一个是Eclipse Eclipse forC++ 那么它的名称叫Juno Juno OK 那我们看一下 我已经把它下下来了 下到哪里了呢 我下到download download 有两个包 一个是我们的JDK 765这样一个GZ包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 Eclipse C++ CPP 这样一个包 那么如果说这里面不带我们的 如果Eclipse不带我们CDT的话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下这样一个CDT的这个包 当我们这里带了 就有他们两个就够了 好 下面我们来操作一下 我们还是用命令行吧 首先 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还是来安装我们的GDK 这个安装的方式 跟我们在Windows上是一样的 就先把它安装好 安装好了 配好环境变量 就这么简单 我们来解压一下 GDK 可能稍微有点大 好 解压完成 然后我们看看 解压到这里了 GDK 1.7.0.5 我们看一下它的文件结构吧 是不是类似于啊 就是跟我们下面是一样的 包括Bing 包括GRE 好 下面我们就把它烤到一个系统目录里面去 1.7.0-0 给它烤到U的下面的Local 给它烤到Local下面 GDK1.7.0 跑到这边方便 由于烤的是文件夹 所以我们加了一个-r这个参数 OK 给它COPY下去了 COPY下去了之后呢 我们下面是不是就要去配置一下环境变量 对吧 怎么去配环境变量呢 还记得我们 是用谁呢 是用ETC下面的profile 对不对 我们有几种方式配环境变量 包括ETC下面的profile啊 还有 Bash啊 Bash profile啊 还有在当前用户文件夹下面去建一个点 Bash-profile 对吧 都可以 我们就用最常规的这样一个系统环境变量 OK 我们在这里加上 我们还记得我们当时配环境变量是要配什么内容呢 配第一个参数是我们的 Java Home 对吧 Java Home 是谁呢 是我们的Yula下面的Local下面的JDK1.7.005 没错吧 我们再看一下 1.7.0-0-5 是这样的一个 这就是Java Home 然后我们再配上 Class 不配Class 配上Class 配上Class也可以啊 我们就配一下Path就行了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用这些就行了 Path的话 我们就注意 是在之前的Path后面 跟上一些内容啊 所以我们加上之前的Path 再跟上 跟上什么呢 跟上我们的 Java Home 后面跟上Bin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Path的所属 可执行文件 这样的一个地方 好 保存 那么这时候我们 执行一下 Source 让它生效 好 我们为了看它生效 没有 我们是看一下Java 看看能不能给它打出来啊 看一下Java的版本 是否能够查到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们就可以 查到这个Java的这个版本了 查到Java的版本 是1.7.0.5 也就是说 已经生效了啊 我们用Source 这个让它立即生效 当然你也可以重新启动系统 好 那么Java没有问题了 下面我们是不是就同样的就开始用Eclipse 同理我们解压 Eclipse 说错了 解压Eclipse 我们来把Eclipse给它安装上 那么Eclipse解压了 其实也是个绿色的 我们都知道Eclipse是绿色的 所以呢 我们直接进去就可以了 进去看一看 里面有个Eclipse文件 对吧 我们调用一下 它在这提示我们 说Runtime没有找到这个JBK 我们来看一下Path 看一下Path这个环境变量 哦 还没有生效啊 没有生效 这样子吧 我们有的时候Source 它不是不管用的话 大家就这样子 给它重启一下 重启之后肯定是生效的 OK 我们进入到Eclipse 再运行一下 OK 大家看 这是不是就启动了 生效了 对吧 那么至此 我们的Eclipse就生效了 那么为了方便起见 起见 我们就在桌面上 给它拖出来 进行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操作 当然大家也可以把它放在其他文件夹下面 不要简单的放在我们download 对吧 这个Eclipse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它拖出来 对吧 这样子方便 我们以后更直观的来操作它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删掉 新的怎么会有一个 哦 不知道 这是以前的 把这些 以前的历史数据给它删掉 没有用的 好 这样子我们Eclipse就已经安装好了 就已经安装好了 那下面我们怎么样来用它呢 那我们当然就是去新建一个项目 新建一个项目 我们可以去新建一个C元的项目 就类似于我们之前的这样一个Hello Word 那么我们在这里 比方说Hello Word 这样一个项目 那么在这里去选择的时候 你看我这里有我们的Gnu的Altures 就Altures我们之前讲过 所以其实就是用它来自动的集成 集成生成我们的Config Configure和我们的MIC File 对吧 那么这个可能是不错的 这个是直接的就是可持新文件的方式 生成我们的Hello Word这样一个可持新文件 那么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用C这种方式的话 其实它只是如果只是建了一个原代码项目 你直接编它是编不过的 所以你一定要同样的在它下面要去写 相应的MIC File这样一个文件 或者添加这样的MIC File 包括在这里你看就有专门的MIC File项目 有专门的MIC File项目让我们来写 那么比较方便 需要两种方式都集成的话 我们就选择这个Altures GnuAltures这种项目 Hello Word的NCC 就标准C的这种Altures这种项目 这个就比较适合我们 好我们选择下 下一步 这是作者 这个是版权声明 等等 这是原代码文件夹SRC 这是选择它的一个项目类别 就GnuAltures 还有它的一些配置 也是通过Gnu的方式 保存 保存了过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那么这个是不是什么 AC Local M4 这都是我们以前讲过的 对不对 包括这些文件 比如说 你看作者 还有我们刚刚所说的 什么版权声明 还有我们说的 configure.ac 还有我们的micfile.am 这个是不是都是 我们之前就说过的 给大家讲解过的 Altures这一系列的东西 对吧 Altures这一系列的东西 那么 我们下面看一下原代码 我们在原代码里加点内容 而且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你看我们的Pool puts这样的一个函数 它是基于这样一个类库的 就是Altures 这样一个类库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 IDE的话 我们放在这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函数的一个解释 是不是比我们用GCC方便的多 对吧 同样的我们用Printf也是一样的 同样的我们用Printf也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以后我们再做link下面的一些应用编程的时候 也有了这样一些工具 我们就很方便了 对吧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代码的编写 就已经完成了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去生成它 那我们在这里Pool Build Project Build一下它 OK 就生成了我们的二进制文件 A.out 当然如果你要改这个生成的名称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配置文件里面去配 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好 我们在这里直接运行一下 看一下运行效果 在这里选一下 Configuration的这样一个 就是运行的这样一个调试器 我们就选择默认的就行了 这还可以通过远程的方式来进行调 好 运行成功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显示结果就打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次我们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项目 是不是就做成了 非常简单的项目就做成 那有的朋友就会说 Sandy我要进行debug怎么办 那么由于这个里面我们说了 事实上我们的这个项目 它的编译器就是用的GCC 而它的调试器就是用的谁呢 就是用的GDB 就是用的GDB 所以呢 如果我们希望啊 希望去做一些 做一些调试的工作的话 那么我们有 也是会用GDB来进行一个调试的 刚才我们也都看到了啊 也都看到了 这是一些配置啊 这是一些配置 都是用的GNUD的一系列东西 包括会用到GCC的这样一个C编译器啊 等等啊 还有它的一些环境情况 还有这是它debug的一些配置 好 那么如果我们在IDE里面 我们要给它进行调试 是不是就非常方便了 我们来在这里给它加上断点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个断点的加法可以比我们GDB方便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debug就可以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debug 然后好 它就说问 是不是要切换到debug的模式 OK 我们就切换过来 大家可以看 它是不是就停在这个断点这个地方 就停在断点这个地方 那么接下来 你就可以什么的 step into啊 step over啊 就都很方便了 你看我们的step over 一步步的下来了 好 这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操作啊 这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操作 再看一下 step over啊 这是resume 一样的一个道理 好 这样子我们就知道 简单的给大家做了一个演示 那这个操作的话 其实比较简单了 大家可以下来自己去演练一下 重点在于我们后面啊 重点在于我们后面会 大量的用这样一个方式 来进行我们的一些程序啊 的一些开发 所谓公寓善计师必先利器器嘛 对不对 而这些配置文件是如何配置的 它的关键节点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跟我们之前讲的是差不多的 比方说我们看一下configure configure.ac 那跟我们之前讲的差不多的 Hello Hello world的呀 用acinit呀 在这里他没有去指定我们的acinit or aminit 就是automate automate这一块 这个大家下来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好 那么这个操作比较简单 那么后面事实上我们的arm操作 我们基本上都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编辑啊 当然如果大家愿意去 去多演练一下GCC我也不反对 但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工作机就这样了 但如果在服务机上面啊 在服务机上面我们还是得用GCC 对不对 还是得用GCC 所以这样一个习惯就可以了 同样的我们刚刚我们的做了这些项目啊什么的 实际上你抛开它 因为这些配置文件都已经全部都生成了 我们抛开它 然后我们进到刚才那个项目文件 然后执行.configure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块的一个演练 那么后面我们用arm for arm的GCC的时候 那么Eclipse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些配置 好 那么大家知道就行了 因为大家很大部分都是比较熟悉Eclipse的 所以我对Eclipse这个工具本身就不做过多的讲解了 反正大家知道功于善其事 必先利器器 随时准备好用Eclipse来在商业项目中取代我们的GCC 就这样和VI的这样一种结合 我们就不用VI了 我们用Eclipse 好 那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 至此我们的开发环境这一块啊 基于Linux的这样一个开发 Gnu的开发环境的基础 就给大家讲解结束了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讲的哪些呢 包括了GCC的开发环境啊 包括了GDB的调试 包括了如何去做makefile这个文件 那么以及我们在商业中如何去做我们的all tours 配合all tours来生成更商业化的makefile 最后我们告诉大家功于善其事必先利器器 所以大家要习惯在Linux下面用Eclipse来进行开发 好 这些内容大家好好地去演练一下 内容量还比较大 那么这些课程就先暂时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很快就会进入到Linux实际的一些啊 一些系统级的开发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